海涛 厨房就是应该交给男人 因为在第一季的体验中 我们确实感受到了 一个男人在厨房中 散发魅力 是一件多么然快乐的事情 那接下来也好好介绍一下 我们先厨100中的100位姐姐 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 95位 来自我们抖音的姐姐团的小姐姐们 让我们欢迎各位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一下 我们五位姐姐品仙团的代表 让我们欢迎张萌 大家好 我终于在我们先厨100 c位出道了 虽然说姐的身材是拿命换的 但是在美食面前 姐可以不要身材 大家好 我就是最爱美食 自己也会做菜的萌萌子 大家好 我是王菲菲 不仅舞跳得也不错 歌唱得也还不错 当然美食做菜也是一道我的长项 而且今天我带了一个神秘的道具 望远镜 我的天 大家好 我是李斯丹妮 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爱美食的一个人 在这一次我们先厨100 看哪位小哥哥能够俘获我的胃 我们要 不是 等会你是来干嘛来的 你说清楚 等会 就是又要颜值 然后又要美食 我是不是要有点多啊 没事姐帮你拿主意好吧 好 好 丹妮姐姐你确实分享这段的时候 从心里面的开心啊 是刚才没有掩盖住的 大家好 我是斯文 非常的开心 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佳佳 刚刚几位姐姐是第一次来 真的肉眼可见的开心 我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以为录完这个节目 就可以解决一下自己的人生大事 结果没有什么说过 你怎么还在这儿 没有被带走呢 结果就是因为第一季好吃的太多了 就完全忽略掉了那其他的 所以期待这一季有更多好吃的 然后呢 让我们一起提高食伤 因为会吃的女人最好命 好 那在第一季中呢 我们节目的赛制呢 大家都知道了 单排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季赛制升级了 我们打团战 请出集合 我们四位师傅呢 分成了两支战队 那大家一定很期待 我们的师傅是谁了 接下来 马上有请出他们 让我们欢迎 赵茵茵 林树薇 张亮 摩登兄弟 刘雨宁 好帅 左边的好帅 右边的也很帅